大家好,我是红明星 那在前面的课程当中 我们讲到了 VU这个模块里面的一些常用的技巧 那在这节课当中呢 我们将去了解另外一个新的东西 有关于数据库的一个配置 那在我们之前的这个例子当中呢 我们都有用到数据库 那都有用到数据库 在我们的项目下面呢 有一个StickLite3的这个数据库 对吧 有个这个数据库 那江哥对数据库的支持的情况是什么样的 我们先来看一下课件 江哥的话呢 他默认支持很多的数据库 比如像StickLite 像MySQL 那像Oric 以及PostgreSQL 这些都是支持的 然后像其他的一些数据库啊 其他的一些数据库 像DB2 或者像SickLite3之类的 那这些数据库的话呢 它是需要一个第三方的一个支持 这些内容的话 大家可以从 江哥的一个官方文档上面呢 去了解到啊 去了解到 好在最后的话呢 就是去讲的第三方的一些数据库的一些支持啊 需要怎么去做 有相关的连接 那如果是有需要同学去了解的话呢 可以去点相关的连接去查看 OK 那在这一次课程当中呢 我们主要会去用到MySQL 因为MySQL是我们整个学习的体系里面一个比较重要的课程 然后我们再去完成相关的这个项目的时候 使用MySQL的这个频率也是非常之高的 非常之高的 OK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啊 一起来看一下 在我们的配置文件里面 创建好 就是我们使用start project这样的一些命令去创建好我们的项目之后的话呢 在我们的配置文件里面就有一个database的这个配置项 这个配置项的话呢 它是可以去指定我们的数据库配置信息 那默认的配置信息 它是用的Secret这个数据库啊 使用的是它 所以你会看到我们这个地方去引用的数据库引擎 那是Secret3的一个引擎 好 然后我们的数据库的名字 对吧 dbSecret3 所以我们在我们的项目里面会默认有这样一个数据库 对不对 默认有这样一个数据库 OK 好 所以Secret的这个数据库的话呢 是我们的默认的一个数据库啊 默认的一个数据库 我们如果是要换成用MySQL的方式的话呢 我们需要先去了解一些信息啊 一些信息 首先 MySQL MySQL的这个引擎 那在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看得到 对吧 我们可以去导入 MySQL的这个引擎 那你如果是要用Oric 那你要去导入Oric的引擎 对不对 你如果是要用这个PostacleSQL 那你可以去把这个的引擎也导入进来 好这是一个大家要先去了解到的 就是我们数据库的引擎 它的一个配置 那另外一个的话呢 就是数据库的一个驱动程序的支持 我们光有这样的一个引擎 还不引擎配置了还不够啊 我们还需要相应的驱动程序来做一个支持 因为在连接和操作数据库的时候呢 它是需要这样的一个驱动程序的 那在Python里面的MySQL的驱动程序 也比较多 我这个地方选了四个比较有代表性的驱动程序 来给大家去做一些介绍 那首先这三个的话呢 是官方里面啊 官方文档里面所提到的三个驱动程序 那MySQL DB的话呢 是非常出名的这样的一个驱动程序 在早期的Python里面 大家一直都是用的这个啊 用的这个 那这个 这个MySQL DB啊 这个MySQL的DB 就是大家熟知的那个MySQL Python啊 MySQL Python 如果是有用过这个的话呢 应该是有印象的啊 有印象的 这个数据 这个驱动程序啊 这个驱动程序呢 虽然说是早期当中用的非常多啊 但是呢 在后来的发展过程当中 那他没有做一个 即时的去升级和更新 所以现在的这个MySQL DB的话呢 他还是支持Python2 Python3的话呢 不能很好的支持 然后这下面的这个呢 MySQL Client 这个的话是MySQL DB的一个分支 这个分支用来干嘛的呢 就是在这个分支上面 去创建了之后 他去创建了之后的话呢 去支持了Python3 Python3 所以如果是大家要用到 可以选择 因为我们这个课程用到的是 Python3.5 你如果是要选择MySQL驱动的话呢 你就要选择它 你要选择它 我们可以点进去看啊 但是这种 但是这个呢 你可以看得到 我们的这个MySQL Client的话 它其实是MySQL Python的一个分支 一个分支 然后支持3.3到3.5 都是支持的 都是支持的 好 除了这个之外 还有一个 这个MySQL Connect 这个的话呢 是MySQL官方的一个驱动 好 是MySQL官方的一个驱动 这个驱动的话呢 需要去下载相应的 驱动包安装 它有对应的支持的 Python的版本号 好 OK 然后还有一个PyMySQL 这个PyMySQL的话呢 它是一个纯Python的MySQL驱动 而我们的这个课程里面 用到的就是这个驱动 用的这个驱动 它的连接地址呢 是在这里 当然我们在安装的时候呢 是直接通过这个PIP 去进行安装的 PIP去进行安装的 这个为什么会去 为什么会去选择 它 为什么会去选择它 因为这前面的像MySQL DB MySQL Connect这些驱动的话呢 它对系统的依赖性是比较高的 因为它不是一个纯Python的驱动 我们再去安装它的时候 它往往会让我们去安装一些 比如说C++的依赖库 依赖包之类的 所以非常的麻烦 所以非常的麻烦 很多同学在 特别是在Windows下面 去安装的这个的时候 这种问题很明显 很难解决 所以为了降低大家的一个学习难度 我们呢用PYMASIC 这个PYMASIC 是直接用PIP的命令 就可以安装的 它不需要一些依赖库 所以安装起来是非常简单的 所以这是大家要去安装的 当然我在之前的 环境搭建的课程里面 又给大家说到过 OK 好 这是我们数据库的一个整体的情况 那我们了解了它的一个 初步的情况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怎么去使用它 怎么去使用它 首先 首先 第一步我们是需要 确认 我们的这个PYMASIC 是否已经安装 对不对 你要先确认好 你的这个驱动 是否已经安装好 当然我这个地方是在 环境开发搭建的那些课里面 就已经搭建好的 有 你如果是没有的话呢 没有的话呢 你们可以在这里面去安装 这里面去安装 那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去安装的时候 注意要区分 要区别开 这有一个PYMASIC 然后还有一个什么PYMASIC 3 这个PYMASIC 3 就一个坑爹的一个库 大家不要去管它 不要去管它 我们要用的是这个 要用的这个 不要装错了 装错的话 你数据库是访问不了的 第一步 第一步的话呢 就是 就是安装PYMASIC 3 对吧 第二步呢 修改配置文件 好 修改配置文件 我们的这个数据库的配置文件 我们要修改一下 因为我们现在要用到MASIC 3 所以我要去引入MASIC 3 的引擎 然后我的数据库的名字 我要变一下 那数据库的名字的话呢 我这个地方假设是叫做 Hello JungleDB吧 我再来取名 好 然后 然后光有这个LAME的话呢 还不行 我们还需要去指定 数据库的连接名字 那我这个数据库的连接名字呢 是root 数据库的账号名 对吧 然后密码 password password 我的数据库是1234 这下面还有两个 还有两个可选的配置参数 一个是 连接地址 连接地址 数据库的地址 你如果是本机的话呢 你可以不去配置它 你如果是要连接连接远程的那个IP 那你要在这个地方去配置远程的IP 好 然后还有一个端口的话 默认是3306 当然你如果是修改了MASIC的那个端口 那你就需要在这个地方去配置端口 配置端口 但我们这个地方也可以不用去配置它 这两个是可选的参数 好 这个地方我配置好了之后 配置好了之后呢 好 然后我来看一下我的数据库 我要去把我的MASIC的服务先启动起来 好 启动起来了之后 好 启动起来了之后 启动起来之后的话呢 我去把我的MASIC的管理软件打开 好 我需要在这个地方先去新建一个数据库 这个新建的数据库的名字哈 一定是叫这个 叫这个 好 选择UTF8的编码 好 确定哈 就是 MASIC的这个数据库是要求你要先创建好的 你没有先创建好的话 他不会自动去创建 所以这个要注意 SIGLINE的3的话 他是自动帮你把数据库创建好的 但是这个不行 好 这样 我这样修改了之后 修改了之后的话呢 OK 好 重启一下服务 好 重启一下服务之后 这地方报了一个错 报了一个错 说我去 加载 MASIC DB MOD的时候出错 OK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因为Jungle的话 他默认的话 他以为你是用的那个MASIC DB 所以他导入名字的时候 是导入的MASIC DB的这个名字 所以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的话呢 我们需要在工程文件里面去添加一些代码 在工程 目录的 增加代码 增加什么代码 好 增加什么代码 工程目录先找到在这里 然后我们要去增加代码 我们去 把P1MASIC 导入进来 然后P1MASIC里面有一个 Install asMASIC DB 好 把这两句代码 加到我们的工程目录下面 好 加到这个工程目录的这个 IT的这个模块里面 好 这两句代码是必须的 那这这样子 加上之后 我再来启动一下 好 再来启动一下 那就没有问题了 对不对 好 没有问题了 好 没有问题 之后的话呢 我们来做一下数据库同步 好 数据库同步的话 我在这个地方 用Tools里面的这个 manager.py的这个工具 去执行 好 先来生成一下数据库的脚本 好 OK 好 再来执行一下 SyncDB SyncDB SyncDB的这个命令 在1.9里面没有了 所以我这边没调出来 所以这里要换 重新换成那个Migrate 好 我这边 在同步这个数据库 同步数据库 数据库同步完成之后的话 我们就应该能够在我们的这个数据库里面呢 看到相应的表的信息 OK 好 这个地方已经是同步完成 同步完成之后的话呢 你会看到在我的这里面多了很多表 对吧 多了很多表 OK 好 那能够看到这样的一个结果的话呢 就说明我们现在 这个项目已经换成Migrate的数据库 并且能够正常的使用了 OK 好 这是我们今天的一个主要内容 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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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